晚上10点30分 欢迎居所逆见的山陀俄台风 特别报道 我是胡可成 本来新闻开始 我们现在关心的是 明天全台湾停班停课的一个消息了 包含了基隆 台北 新北 桃园 新竹 县市 以及苗栗 台中 彰化 云林 南投 嘉义县市 台南 高雄 屏东 宜兰 花莲 台东 以及整个立岗地区 澎湖 临江 跟金门 明天都是停止上班上课 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一张警报单 我们一块带来了解 目前全台湾的一个情况 路景的范围 目前我可以知道是 包含了是有台中 彰化 南投 云林 嘉义 台南 高雄 屏东 恒春 半岛 以及花莲 台东 跟澎湖地区 目前我可以知道是 现在的暴风圈 已经是触碰到了 南部 以及台东地区了 那么它过去呢 整个山陀 它过去的每小时 是以六公里 相当归宿的方式 来向前移动 可以知道是 它预估会在明天呢 这个深夜 以一个中度 或者是 中度台风上线 或者是一个墙台 来进行登陆 预估会从高雄 或者是屏东 这边来进行登陆 一直要到周四 晚间 或者是下午的时候 来进行 从宜兰或花莲 这边来出海的 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知道是 日本呢 它现在呢 它的路径 再度是吸收了 预估它 因为日本呢 它吸收之后呢 是预估会再加一个 台南这边来进行登陆 那么基隆 北海岸 这边来进行 一个出海的情况 那我们可以知道是 现在呢 它这一次呢 整个气象鼠也是有说 真的要相当谨慎 看待这个台风 因为明天 气象鼠说了 明天在屏东 高雄 台南 嘉义 要特别严防 有致灾性的强风 以及短延时的强降雨 那么气象鼠是说 在这一次要特别慎望 就是它的风 因为它的风 真的是不容小觑 目前在蓝雨这边 已经测到了 12级的强震风 那么可以看到是呢 在整个台南以南 还有台中至嘉义 台东沿岸 空旺地区 还有洪川半岛 还有利尔地区 明天将会出现 11至13级的强震风 台中至云林 嘉义县 台东地区 新北至苗栗 将会出现 可能会有9到10级的强震风 所以提醒您这个风 要特别来留意了 那么另外我们看到 在这一次的浪 目前的浪呢 也是相当的高 我们看到的是 在这一次呢 气象鼠说 预估 在这个西南部 地区可能会受到的是 盛防会有风暴潮 以及海水倒灌 那么什么是风暴潮 风暴潮就是所谓的 这个温带气旋 或者是热带气旋 它的低气压 以及强风 共同导致 它的海水面上升 或者是有下降的情况 所以因此明天 在西南部 沿岸地区 以及恒春半岛 会受到这个风暴潮 而导致明天可能会有 8到10米的浪高 那么中部以北呢 还有华东地区 沿岸 还有澎湖地区 明天也要盛防 可能会有 5米以上的浪高的部分 那么可以看到 再来看到 是在这个雨的情况了 雨的情况呢 我们可以从雨区 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 从今天晚上 到现在为止 在屏东的这个 大汉山这边 已经累积了 是有508.5毫米的雨量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 屏东山区 以及台东 现在是在这个 大豪雨特报的一个情况 那么 下一个提醒您的是 在这一次这个雨呢 从明天开始呢 它就会相当的有感了 我们可以提醒您 是在这一次 明天去南部停班停课 那么尤其是在北台湾 明天下半天开始 就会受到整个 外围云系的影响 所以特别是 明天北路也要盛房 可能会有短延时的 强降雨 那么尤其是在明天的 白天这段期间呢 可以看得出来 包含了在整个 西南部地区 还有花园的台东 这个雨区 可以看得出来 相当的紫 甚至是有 反白的一个情况了 那么现在到了 明天的晚上 那么整个全台湾呢 将会是受到 整个暴风圈笼罩 预估会在周四的 这个清晨这段期间 它的暴风圈 会笼罩全台湾 好 那么可以看到的是呢 到了礼拜三 三日之间起 到三日之后 它的白天 虽然这个暴风圈 是逐渐的 在远离的一个情况 但是呢 它的还是会影响到 整个北台湾 甚至还会有 强风跟豪雨 那么很多人就关心了 那么这个 台风架 还有没有希望呢 我告诉你呢 是在明天呢 是全台湾是停止 上班上课的 那么到礼拜四 在北台湾 可能还会有希望 有放到台风架的 一个情况 所以最后提醒你呢 是在这一次呢 这个台风 三途而它可能呢 在台湾这边 来滞留 从登渡到出海 可能会滞留 长达20个小时 那么尤其是在 整个西南部地区 你要特别的来留意 这个台风 所带来的危险了 那么以上 最新的台风动态 提供给您 那么后续 如果还有更多台风讯息 也欢迎举止锁定 我们DTV新闻 相关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